你们当时你们的这个检查办公室就是你们2018这个2020年对吧 GTV私募 你们当时其中是个诈骗 那为什么呢 当时他们各位战友都看过浓墨重彩的说 郭先生你去有高额许诺呀 对吧 你们许诺是不现实的 然后这就是典型诈骗的方式 所谓的社交媒体吸引人是关键 然后你有什么吸引人的点 你的独一无二的点 就是你有可能创业成功 有可能有辉煌未来的一个大前提 我们的喵的核心其实就是破墙 破墙之后让如鸡四可的老百姓知道中共的丑态的真相 我们是一个唯一真相的平台 而他潜在的受众数以百万计的全球的海外华人和国内的 更是千万级的甚至一级的大家翻墙如鸡四可 要来包括过去的这些郭媒体对吧 包括什么推特然后YouTube这是早期的后来被全面打压 当时是多么盛极一时的一个壮观情况 这还是没有GTV的前提 那当有了GTV当我们真的可以破墙的时候 我们作为唯一的面供平台的时候 您觉得考虑到14亿老百姓的人口基数在那儿 而我们是唯一的存在的时候 您觉得这系列的未来是真的是我们胡说八道 还是说它是一个合理的预期呢 我方律师直接得到了结论 我们都可以看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郭先生说的 咱们都知道当时是请了我记得斯坦福还是什么的 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关于这个估值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对吧 当时估出的我记得是20多亿 实际上已经比我们当时翻了很多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方也说了 当时第三方的估值完全可以佐证 光郭先生跟当时说的不是胡口乱说的 那这个大前提是什么 是我们真心面供 是郭先生真的是当时是真心面供手里有料的 所以他可以聚拢大量是有吸引 就是希望获得真相的中国老百姓 那这个大前提是不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坐实呢 如果坐实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当时开庭之后的情况 关于这系列会造成怎样的一个效果呢